影带画面 这影带画面 他们要佐证是警方的确在施暴 因为在陈云林访台期间 警方取缔了学生机车队 也造成了冲突 影带画面特别公布了 这画面当中是一大群的大学生 在骑车经过了原山 当场被警方给拦阻举牌 而且就因为他们车上插了国旗 学生当事人就看到这个冲突场面 到现在还是相当愤慨 那我现在离开头可以 你把旗子拿掉了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为什么要拿掉旗子 请问一下为什么要拿掉旗子 机车插着国旗和西藏旗 这是11月4号 一群大学生骑着摩托车 在原山山脚下 连人带车被拦阻的情况 大家来推一下 来 走到爬上去 我动手了 你要小心 走到爬上去 我一直走 小午好一直走 七八名园警使力 强制把机车推到人行道 连围观的民众都看不下去 这群学生用手机拍下当场的状况 警察举牌 学生反问 每一壶口号只差国旗犯法了吗 什么东西啊 全罢国旗 违法行为 我骂一下 这叫什么 其中一名受害的市新大学 黄同学 对静座学生公开播放这段影片 谈起事发过程 还是很分开 现场警察到底是被 他们高级到底是给 上级到底是给了 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指示 变成他们要用 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的理由 然后来限制 人民的很多权力 人民的行动 除了黄同学现身 另外包括纪录片导演 陈毕青 也在路过原山 拿DV侧拍 而被警方架走 另外在台泥大楼附近 两名女网友 也在被驱离过程 受了伤 因为我被警察留置 所以延迟就医了 他这个接回去以后 固定的时间要比较长 民众接力公布自拍录影带 指控陈毕林访台期间 警察执法毫无根据 无非是希望再次凸显静坐理由 不要被诸多杂意 模糊焦点 现在宣伐会流禀嘉台报道